很有可能不是你选择躺平 而是你只能躺平 大家好 本周市场在中通冲突升温 以及联准会主席Girong Powell 并没有松口 将要放松货币政策之下下跌 标普500跌破了短期的支撑线 前几次跌破短期支撑线之后 标普500都创了短期的新低 所以虽然这一波 从周三开始的跌势 可能会暂时趋缓 但即使有反弹 仍然有可能再度恢复下跌 这是所有目前抱持着 长期看多的投资人 该有的心理准备 说到联准会主席Girong Powell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感谢他 因为现在30年期的美国公债 利率是4.5% 所以有人说 现在买了100万美元的美国公债 每年可以收息4万5千块 可以回中国退休躺平 30年后还可以留100万给子女 感觉老了 有保障了 这篇文章最关键的问题 是忽略了物价上涨 你把利息收入控制在每年4万5 但你的支出不会 而即使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每年2%的物价上涨 30年后的100万 也只等于现在的55万 所以说 如果你规划不当的话 很有可能不是你选择躺平 而是你只能躺平 这是不是代表 我们不能投资30年的公债呢 当然不是 投资30年公债 有赚价差的机会 如果要投资30年公债养老 也可以 但要考虑在物价上涨下 可能会动用到本金 最好是把这一块当作是给自己花的钱 花完也没有关系 如果能留给子女更好 再积极一点的想法 是把资金区分成两块 一部分的投资放在安全的部位 让自己后半生生活无余 其他的资产可以做更积极的运用 将获利留给子女 不但自己的生活有保障 也可以最大化可以传承的资产 以上是我们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